我有幾張信用卡? 我有一張 用完消費券 當然是用完 對上一次在7-11 幫我女兒買玩具 臨睡前要塗些什麼在臉上 什麼都不塗很爛的 手機有幾個社交軟件 其實是基本的四個 WhatsApp WeChat都很少用 因為都在香港多 Facebook和IG 沒有那麼多 有沒有試過藍剔二讀不回 被另一半罵 很多人都罵 罵得最多就是Bob 因為Bob真的會發訊息 二讀不回是不是這麼囂張 回一下我好兄弟 我不知道怎樣回他 你知道他叫我那些東西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都會的 其實我很少二讀不回 我是一個人家跟我說話 我立刻回覆別人 我的WhatsApp 有沒有顯示上線時間 有 我都不懂怎樣刪 我不在乎那些東西 上線就上線 就算了 2021年是否豐收 我覺得2021年是有些運氣 我有些劇出的時候 可能那個時間還沒那麼好 我記得很有趣的 我第一套劇出的時候 就是世界杯 第二套劇出的時候 可能有些運動 發政先鋒 開始 咦 那個是第一個小運 因為我是疫情的時候 剛剛最厲害的 全部人都留在家看 因為當時拿了四十點的首席 出完之後就出十八年了 好了 今次終於 不知為何 因為第二個紅了 又紅了我 又很幸運的 排到《會命真相》 剛剛在台慶的時候播 其實是他排完 才出《由於遊戲》 才突然之間 全世界叫我做四五六 我現在叫七八九了 習慣了 真的有少少運 但是在這一刻 我要最保持著的 就是我要繼續努力工作 因為大家都明白 一個劇力過了之後 就很快就完結了 我知道我自己 不是一個特別有天分的演員 我只有將勤補絕 我就希望不遲到 和背熟一些對白 但是我都一邊檢討自己 因為我之前的劇 太過沉重 每一個人 當時過來跟我聊天 都是說 你可不可以笑多一點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沉重 其實我是認真 我不是沉重 如果我跟你這樣聊天 你都知道我是多話說的 大家以為我很認真 很沒話說的 我覺得這個是要用少許的時間 去將我又重新介紹給觀眾 我老婆覺得我像不像李正在 很像 之前有幾套劇叫做夏女 與神同行 認識的朋友 看過的都覺得像 像了很多年 因為李先生 我叫他李先生 我很尊重她 她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由於遊戲》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我好像很抗拒 她說不要玩了 其實我不想李先生 有一天看到 這個香港的甚麼人 經常抽我水 如果她覺得 其中一個抽我水的人 她是沒有了的 我會很心碎 所以我會一直都覺得 我想尊重她 這是最重要的 但玩也要繼續玩 都是七八九 無所謂的 有很多國際學校的小朋友 我最喜歡《由於先生》 遠處由於《由於先生》 我說是 她抄我 一何街的開玩笑 我最喜歡《誰人》 我最喜歡《木頭人》 因為我覺得那個影響 無論是視野或是動感 是最有的 當然有很多血腥的東西 我不敢讓我小朋友看 因為始終涉及殺人 雖然我拍的戲 都是殺人告白 殺人告白 那些應該說吧 我覺得《木頭人》是最 iconic的 像不像遊戲 最後揮下全部人拿獎金的 我都未拿到獎金 我都看著攝影機說 我都想拿到獎金 拿獎金我不是這樣 無論如何 我為何回來 其實有很多原因 我都膩了很久 從二十歲開始 我離開香港 首先去了台灣 然後去了新加坡做唱片 當然是完全不行的回來 沒有錢 只會慢慢喝酒 因為台灣 重新起步了一次 又做回電影 做回電視劇 又移動了去上海 北京 第三次起步了 我回香港 我已經離開了十幾年這個行業 幕後的人全部跟我很熟悉 但觀眾跟我很陌生 不斷有人問這是誰 為何他會來到這個位置 都挺辛苦 但就是為了家 為了小朋友 我拍完《方心假期》 拍完《男人40》 拍《六壯士》 拍《少年阿虎》 我覺得天命才是我的第一步 很多人說 很不公平 世界沒有什麼公平 又是重新來過